原来认为是偷蛋的贼 孵的本来就是自己的蛋 一只窃蛋龙保持着 鸡妈妈一样孵蛋的姿态 趴在一个蛋窝上面 眼下的化石证据完整地证明了 窃蛋龙是具有孵蛋行为的好妈妈 是目前唯一一只的会孵蛋的恐龙 1923年 美国的中亚考察团 在蒙古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 发现了一窝恐龙蛋 蛋窝的周围发现了很多圆角龙的化石 但是也发现在蛋窝上 趴着一只小型的兽脚恐龙的化石 由于这只兽脚类恐龙的头部不完整了 而且当时的研究者 对于这一类的恐龙也不太了解 所以研究者就将这窝蛋 默认成为了圆角龙的蛋 而认为趴在蛋窝上的兽脚类的恐龙 是来偷蛋的贼 它的头部不完整的原因 是被保护蛋的圆角龙就地正法的 所以发现者将这只兽脚类的恐龙 命名为窃蛋龙 直到70年之后 古生物学家在对另外一枚更加完整的 窃蛋龙化石进行研究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认为是偷蛋的贼 人家敷的本来就是自己的蛋 但是由于国际动物命名法的规定 动物一旦起了名字 除非动物命名者主动更改 否则就不能再改了 而在窃蛋龙沉渊昭雪的前几年 他的命名者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窃蛋龙就得永远背负着 清白的冤屈了 接下来要说个大新闻 这是咱们国家古生物学界的一个大进展 咱们国家的古生物学界在江西干州 发现了一组同时保有成体胚胎和蛋窝的 窃蛋龙孵卵化石 一只窃蛋龙保持着鸡妈妈一样孵蛋的姿态 趴在一个蛋窝上面 蛋窝里面垒着三层蛋 这些蛋的盾头朝外两两成对 成童心圆一样又排成了一圈 斜插在土壤里 每一圈蛋中间还隔着一层土 那么窃蛋龙这样摆放蛋宝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首先窃蛋龙蛋的长度大约是40厘米 但是蛋壳的厚度只有1到2毫米 如果它像其他恐龙一样 直接把蛋插进土壤里进行孵化的话 那么在插入的过程中可能就被压碎了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窃蛋龙才想到了借土垒蛋窝的方法 但是根据化石的形状呢 我们看到窃蛋龙把蛋是埋在了土里 而它自己又是趴在这些蛋上面 那么它究竟是像母鸡一样用自己的体温孵蛋 还是像海龟那样利用环境的温度孵蛋呢 科学家们经过对于窃蛋龙骨组织代谢率的研究发现 窃蛋龙的体温是不稳定的 所以很有可能它是使用一部分阳光的能量来孵蛋 另外一部分是借助自己体温的方式来孵蛋 窃蛋龙妈妈把蛋挟插在土壤里 让蛋的顿头接触外面温暖的阳光 等到太阳曝晒的时候呢 窃蛋龙妈妈又可以趴蛋上被宝贝们遮阳 到了晚上气温下降的时候呢 妈妈又可以趴回窝上给它们取暖 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啊 叫做半自动孵蛋方式 眼下的化石证据啊已经完整的证明了 窃蛋龙是具有孵蛋行为的好妈妈 并不是个偷蛋贼 而且呢是目前唯一已知的会孵蛋的恐龙 当然了当下的古生物学界啊 发展一日千里 很多观念呢都在不断更新 我也将随时和大家同步这些内容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 有关这个世界有趣的故事 欢迎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